最近中国大陆商人陈光彪在美国《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 宣称要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宴请一千名的美国穷人及流浪汉 这个穷人宴已经在日前上演了 不过这个宴请的人数已经从一千人缩水到了250人 而且在宴会上陈光彪还把年初在纽约炒作的天安门自焚委案又炒了一次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商人陈光彪 6月25号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餐厅船屋 面请250名美国穷人与流浪汉 但是陈光彪并没有按广告上说到分发300美元给每位赋宴的人 有流浪汉表示陈光彪请来大批媒体 却剥削了被请来的街友搞了个大型公关噱头 其实被骗的何止是赋宴的流浪汉 要会吃到一半 陈光彪又像今年1月那样 推出两名自称在13年前天安门自焚委案中毁容的女子 试图聚焦厂商所有国际媒体的视线 天安门自焚委案发生于2001年1月23号 当时有5人企图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中共官方媒体宣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 但是把央视播出的录像放满分析 会发现其中有大量破绽 经多方证实这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 栽赃法轮功的一场骗局 陈光彪这个人他跟江系的关系很深 他是靠江系的官员致富的 镇压法轮功在这个国际上已经是彻底的失败了 那么在国内呢也推行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知道他骗不了海外的国际社会 但是呢这种一出口转内销以后 他就希望继续的欺骗中国国内的中国人 为江系的这一些目前还在台上的这一些 残余势力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指出 陈光彪今年1月在美国上演闹剧后 很多人都把陈光彪当作笑话来看 这次他把这两名女子再推出来 只能让全世界对他更加厌烦 同时让天安门自焚真相更加清晰 他背后就是江泽民在作怪 江泽民知道这样做好 不仅不会让这个国际社会 按照他的这个意愿去赞同他这个镇压的做法 相反呢会让国际社会更加明白 中共这样法轮功的这种邪恶 江泽民这样做的理由 他就是想要拼死的去捆绑现在的中国高层 陈光彪能在纽约搞出这样的闹剧 国际社会肯定会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受益的结果 国际社会是不会区分什么江派还是习派的 据了解陈光彪今年1月初到纽约重炒自焚委案 正是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落马 中共高层搏击触及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问题的敏感时机 而这一次陈光彪借高所谓的慈善秀 再次炒作自焚委案 又恰恰是在习江激烈搏击的敏感时刻 那这次他又到这个纽约来 他搞这么大的动作 他显然不是说仅仅是那个为了吸引眼球 果然呢就是证明就是他在现场确实是带了那两个 又是烧烧的人去表演去了 从这个海外媒体的报道来看呢 都知道他是一个小丑 可是他小丑他还要表演 刺激了谁呢 我觉得直接刺激的是现在这个当政者 至少呢大家都看到了 就觉得哎 你陈光彪现在还在蹦的呢 他后边的东西他还没死啊 江泽民他原来迫害法轮功那个系统 610系统这个势力还在啊 6月10号 中共国新办发表香港白皮书 改动一国两制定义 引发香港各界强烈反弹 据了解 这个白皮书是江泽民集团策划抛出 以此在香港搅局 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难堪和施压 14号 中共政协副主席苏荣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苏荣是江派大佬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亲信 曾积极主导迫害法轮功 16号 陈光彪高调做广告 搞所谓的慈善秀 吸引媒体眼球 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站台 24号 陈光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打了很多电话到中共驻纽约总领馆 却没有人接听他的电话 他抱怨无法获得官方的帮助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在博文中指出 从陈光彪的抱怨可以看出 陈光彪的美国之行的背后 是中共高层激烈博弈 紧张对峙 以及巨大分裂的现状 陈光彪可能没有想到 这次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